9月12号凌晨,吴奇莉和成龙的非婚生女儿吴卓琳再度离家出走 吴奇莉早前因女儿吴卓琳的交友问题同女儿发生争执 随后小龙女报警抓母 小龙女自己更是因病住院两个多月,直至6月初才出院回家 当时媒体报道母女俩已和好如初 据港媒报道近日两母女关系再度发生变化 小龙女已经辍学离家出走多时 据悉,小龙女住院这段时间办理了停车手续 不过吴奇莉每个月还要付1.7万港元 为女儿在国际学校留位置 可惜小龙女无心学习厌倦学校生活 之后吴奇莉便让小龙女在家补习 可惜最后小龙女还是离家出走 此次已经是吴卓琳第四次离家出走了 2015年3月,吴奇莉打小龙女导致学校报警 小龙女第一次离家出走 第二次是2015年4月 因吴奇莉喝酒问题再度争吵而离家 第三次就是今年小龙女报警抓母了 吴卓琳这次离家出走 便和网红A小姐在一起 吴卓琳还搬到A小姐住处与其一起同居 吴卓琳和A小姐关系太密切 此前也是因交友问题 才导致母女产生最大冲突 不过现在吴奇莉对小龙女同性交友已经不干涉了 只要小龙女开心就好 据报道,小龙女搬到A小姐住处之后 经常和朋友在天台边缘微坐 一起抽烟喝酒聊天 事后他们遗留了很多烟头玻璃墩等垃圾 有媒体致电吴卓琳询问小龙女离家出走的事 吴卓琳就表示她也很无奈 吴卓琳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住在家里了 但是一直和她有联系 而且小龙女马上就满18岁了 不可以管她太多 至于小龙女退学 吴卓琳就说学校不一定要上学 小龙女告诉她正在教小朋友们普通话 主动去工作比做温室花多好 吴卓琳还说现在只给小龙女一些基本开支 至于离家出走 她作为母亲只能无奈接受 不过她强调家中大门一直为女儿打开 目前只当她是去体验生活的 果然环境对一个人影响很大 希望小龙女离家之后能够重生变得更好